这是一个阳光明明的下午 这一天大家都准备吃午餐 哎呀期待了大人 今天我特地给你做了一份 好玩三层大便当哦 哇 亚马达 你看这个包装 看上去就知道里面的东西就很好吃了 我倒有点羡慕 这可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三万年前的野生小麦 加十万年前的海鲜人参 和八十万年前的恐龙骨灰搅拌而成 简称三鲜骨灰拌蛋 这什么鬼名字啊 而且这怎么看都是马赛克啊 小乌鸦 过来试吃一下 嗯 洛基大人 居然气着喂我吃便当 我好感动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错 这个可以拿一张三万五G使用 这个东西也太恐怖了吧 青大人大人来 我他们还不想死啊 我三天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吃你的东西的 没有正乡 啊 我辛辛苦苦用了三万年轿的野菜小麦 笑死我 热素酱喂我的话 我就吃 不是说没有正乡吗 那来吧 怎么头发变突了 怎么变老了 羊妈大你怎么了 热素酱喂的我 我觉得 非常的 好吃 羊妈大 你们别再演戏了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没这么好的 不对 你错了 他们的关系确实没有现在这样 我就知道他们只要到了假日 就是会去约会的关系哦 那你 又是一个阳光明明的下午 这一天热素酱和上迭去约会 热素酱你真的好可爱啊 骂的这个人真拼的吗 居然连车你真的进去都有 哎呀 热素 你的头发不愧是加了霸王骑霸水 摸起来简直就像是 阿尔卑斯山特产的 骆驼皮毛一样舒服呢 哈 不要随便摸瑞秀奇吗 他现在可是我的女朋友呢 女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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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热素酱 我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甜点哦 这个好吃的不行啊 简直就像是阿尔卑斯山的 矿球水一样 哈 热素酱 你再说你是男孩子这件事情 应该是在收缓吧 哈 才 才不是收缓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要像那个情侣一样 吸饮料 这个我绝对不要 你看 猪子还在那边盯着呢 只有做了这件事她才会放弃的 就只要这一次就可以了 拜托你了 你他妈给我住手啊 好吧 不行啊 只有这个 这个绝对不行啊 快住手啊 我看你他妈是讲猫子 那么多吸进去吧 呃 我还是不吸了 还好瑞叔拒绝了 激大人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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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自己做成了什么事情啊 对了 为什么你这么想逃避她啊 像她这种这么漂亮 胸还大的美女 都没几个 你居然还不喜欢她 那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 我小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父亲的正份工作 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 但我非常喜欢我父亲的工作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越来越没有喜欢的自信了 于是我便和父亲善良 老爸 你的工作是这么见不得人的吗 我真的越来越不明白了 气太郎 要有自信 你老爸跟他怎么打扮啊 男人要有自信啊 既然是喜欢的事情 但要他能真正带点荣耀 持续下去啊 老爸 你 但事情非但没有迎来好转 反而越来越差了 真的有个必要好转啊 还有一份欺负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妹子炮 但他们没有 但那些女孩 没有一个理解我的想法 但有一天 她出现了 我终于你啊 就算知道了 父亲的职业 祝福他也一直陪在被否决的我身边 这时候我在想 如果是叉叉话 一定会认同我的想法吧 我想要和父亲同事同样的内衣工作 这几个我也认真地做了好多份啊 父亲啊 隐隐那美丽的容貌 重点是要成为大明星的人 只要在我的关爱之下 你肯定会忘了那些内衣的 于是我被最信赖的人背叹了 之后 我便觉醒了 啊 重点是你成为变叹的理由吗 你也真是辛苦呢 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被认可 是很痛苦的 我也能稍微明白你那种心情的 瑞士君 不管你是男是女 我都会喜欢你的 哎 他们在家我想要干嘛 啊 啊 啊 哦 啊 听闸了 杀人 我再也忍不住了 原来原来是这样 竹子 你都听到了吗 如果在这个世界不能和你在一起的话 那就在另外一个世界吧 我扫我不要跟你继续啊 大川同学 我没死 大川同学你没事吧 你 你是女生吗 那个 大春同学 杨妈大她虽然是个变态 但她也有自己的信念 所以 能不要夺走她喜欢做的事吗 为了救我 才跳下去的 宝贝 不要紧吧 姐姐大人 后天 住手就坐飞机一回去了 但 为什么我房间有一张结婚设体处呢 林白俊 你暑假不回去吗 我现在这种情况 也不好回去吧 但这时候不应该回家 和父母商量一下吗 喂 咋 你怎么变成女儿回来了 嘿嘿嘿 妈 一般人的家长确实是这个反应 但 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 总是对我说 要成为男子汉之类的话 那个 如果你害怕向你父亲坦白的话 我和你一起去向你父亲解释吧 我相信你父亲一定会理解的 春元同学和我一起回去 变成女人 还被一个女人迷成这样 这简直是林白家的耻辱 从今以后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爸爸不要 我一定会变为男人的 估计会是这样的吧 回不去了 参数 你真的不打算回去吗 回去的话我要完蛋的 虽然我知道你爸确实有点可怕 但我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的吧 况且只要没被看到裸体就行了吧 参数 我又说说什么话了吗 蚊子 你平常难道不会和你的父亲一起洗澡吗 蛤 和父亲洗澡 那个 从小时候就不会这么做了 诶 是这样的吗 你到底今天是什么 咳咳 其实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 每次洗澡的时候 父亲刚好都在 是 妈 妈 可能每个人的家里情况都不一样的吧 之前还有一家人在家里都是裸体的呢 嗯 我哥电话打来了 喂 好久不见了哥哥 绿叔 你冷静下来 听我说 父亲出事了 今天 他在庭院突然晕倒 现在被送进医院了 你快点回来 这 怎么会 我知道了 还有 如果能成话的话 帮我和父亲说一下 在我回去之前 一定要加油啊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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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嗒 秋远 老八 开车 我们回家 我操老八 你会回家吗 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艾 国庆那样玩得开心吗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度过国庆的 反正我都是正在家里更新视频 嗯 对 更新视频 不然这一期不上局 你们国庆就看不到了 喜欢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 最好是投屏是否认为支持一下 多长过两天 下周就更新下一期哦 那么 我是小艾 我们下期见啦 那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